大家好,我是查克 今天67亚洲杯两场Quarture Final 我现在要去第一场Tamasat Stadium 那么我现在就在BTS Station 我要先从这一站做到最北边的那个终点站Kuhat 然后再打车去到Tamasat Stadium 距离开球不到三个小时了 坐公交车真的不保险啊 2点50我来到了BTS最北端的终点站Kuhat 现在下去打车 背后两个Naga大长重 也就是泰国的楼 我现在已经来到了本届U17亚洲杯的第四座球场 那么在我的背后就是Tamasat球场的检票口 谢谢大家 点燃 不知不知来到了上半场30分钟补水的时间 说实话这上半场的前30分钟的比赛能容乏善各成 这两支球队看个人记事的话好像也没有特别突出的 战术也没有看出来 身体的话因为两个同是7亚的球队 所以也并没有看出来谁更占优势一方 而在我旁边这边又有几位老熟人 如果在之前的视频当中可能会缓过 对就是日本这边的一个数据分析人员 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日本队教练组的 但一定是日本足协的这些工作人员 又是在这拿着小宝贝在这特别认真的做笔记 而且时不时的还在讨论着 这次看伊朗队的比赛 我其实是上一场Southside的第三轮 伊朗队韩国那场比赛我看了的 说实话那场比赛我觉得伊朗队更加的积极一些 但是就像U20的比赛一样 伊朗队也是在quad final的时候意外的输给了伊拉克 所以不知道这局球队是不是也吸取了U20的那个经验 因为这场比赛至关重要 只要一下这场比赛就可以晋级到印尼的世界杯 可能会有这样一个晋级的压力 我觉得伊朗队应该是实力更占用的一方 但是说实话上半场我觉得反而 野门队踢的会更加的主动一些 觉得这次裁判的判罚是值得商榷的 除非除非是野门队的这个球员头部受伤之外 不然的话在野门球员已经取得控球 持球向前进攻开始反击的时候 裁判吹停这个比赛我觉得可能是有一点草率的 但是看样子好像是球员的头部受伤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么裁判的判罚是绝对绝对正确的 伊朗的队员头上缠着纱布 看来刚刚那一次拼抢双方的球员的确是头部受伤 所以裁判及时吹停比赛的判罚是非常非常的正确的 好的 上半场 下半场补食五分钟 如我预计是一样子的 因为补水时间两分钟 一次头部的严重受伤 一分多钟的处理时间 然后再加上上半场其实并没有进球 所以乏善可乘 加上个一分多钟两分钟的一个补食正好五分钟 彩排已经在看表了 野门队这次进攻完结之后 应该就要吹哨了吧 半场结束 比分零比零 来说一下这个球场的感受吧 这个球场呢 叫做Kamasat Stadium 其实我在小组赛的时候 就应该来这座球场看比赛 但是那天实在实在是等不到公招车呀 而从我这地方打车过来的话又太贵了 所以那天就临时决定去看了泰国与马来西亚队的比赛 因为这座球场并不在曼谷它和BG Stadium一样 它其实是在巴吞府还是巴吞省 我不太清楚 它是在曼谷周边的一个卫星城 应该是本届67亚洲威赛事最北端的一个球场了 本届亚洲威赛事呢 一共四座球场 其中三座都是综合性的体育场 这是我来到的第三座 也是最后一座综合性的体育场 但是这个综合性体育场足球的观赛体验 反而是最好的 因为它的这个看台比较的陡 而在Lajabangala和Trimbole那边的球场的看台呢 就稍微的缓了一些 是最后一座组合性体育场 이건得到的 certains方似的赛体育场 在这一座组合性体育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YAH ALI WITH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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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H ALI WITHOUT!YAH ALI WITHOUT! 尼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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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います 對 D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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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 Kamp 阿拉 Kamp 阿拉 Kamp 些人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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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aHai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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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裁判第一时间是 裁判第一时间是 裁判要吹哨了 全场比赛结束0比0 要打加实赛了 略显臣们的比赛 就是分钟结束之后 0比0 其实在最后的捕食阶段 捕食有10分钟 反而是掀起了一点点的波澜 尤其是一党队连续获得了大概 四五次角球的机会 野门队在这个时候 守住就真的真的很不容易 因为在上一场比赛当中 野门队就是在 升停捕食阶段 被泰国队一个定位球 绝杀0比1输球的 而这种连续的角球的话 说实话会让场上的球员的 注意力变得没有那么的集中 因为一次两次角球 你是精神高度紧张的 但是四五次之后 你的这个注意力一定是 不可能集中的 就像中国与沙特队的那场比赛 也就是因为前面有连续的 四五次的一个角球 才造成了在这个之后 一次进攻 然后沙特队进球 就是因为之前精神高度的紧张 然后在过了那段精神高度紧张的时期之后 防守球员的精神稍微有一点点的松懈 对方就抓住了机会 希望加时赛30分钟能够分出胜负不要打点球吧 没有加时赛直接打点球啊 哇塞这个赛制也有点太草率了吧 毕竟关系到了晋级又17世界杯名额 竟然90分钟之后不打加时赛直接打点球 这个主裁判把这个另外的第二助理裁判交了过去 主裁是来自韩国 第一助理裁判也是韩国 但是第二助理裁判好像是来自于乌兹别克斯坦吧 如果我没记错的 然后过来要跟这个门将做一些交代 可能他们语言相通吗 乌兹别克讲俄语讲乌兹别克语 也不讲阿拉伯语啊 我刚刚查了这个第二助理裁判来自于伊拉克 这个裁判主管是乌兹别克的 所以这个第二助理裁判的语言和两队是相通的 所以刚刚主裁韩国的主裁把这个第二助理裁判叫过去 跟门将做了一个沟通 好我们来看第一个点球伊朗队来先罚 1比0 伊朗队的第一个点球罚进1比1 伊朗队的第二个点球罚球手 我身后就坐着伊朗球迷三个小孩 耶 伊朗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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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走过去的时候我觉得他这个自信心不是特别足 所以我所有预感这个球要扑出去 果然伊朗队扑出了这一点球 文美的罚进 罚进 罚进 已经回到了同一个起跑线上 现在也门队罚球的队员压力比较大了 果然我说这边也门球员压力比较大 还没有罚进 所以下一个伊朗的球员只要罚进 比赛就结束 伊朗将晋级印尼U17世界杯 恭喜伊朗U17率先晋级印尼世界杯 虽然点球失败 失去了晋级U17世界杯的机会 但是就在我面前的 野门的中央他们整场 给野门的小球员加油 助威声不断 伊朗域野门队的比赛结束 现在打车去BG Stadium 泰国主场迎战韩国队